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 王为独在一乡为一客 独在一乡为一客 每逢家劫备私亲 每逢家劫备私亲 姚之兄弟登高处 姚之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余少一人 便差诸余少一人 独在一乡为一客 每逢家劫备私亲 姚之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余少一人 我独自一人做客他乡 每到家劫格外思念远方的亲人 遥想家乡的兄弟们 带着朱鱼重阳登山时 却发现只少了我一个人 诗中提到了古代重阳节的风俗 攀登高山 喝菊花酒 佩戴朱鱼 都含有去邪之意 诗人王维从十五岁开始作诗 二十岁以前便写出了 《洛阳女儿行》和《桃园行》等佳片 这首诗为十七岁所作 当时年少的他初次离开了家乡 所以诗中表达了他浓郁的私亲深情 后来成为快智人口的名作 广为传颂 《桃园行》